台下的國中生們 臉上充滿開心的笑容 專注的看著紙封車 帶來的反讀劇場 根據看過的詩聲反應 未教宣導的效果比上課還要好 你必須要用同理心 所以因為青少年比較活潑 然後因為他們現在是青春期 所以我們特別其實花了很長的時間 在研究青春期的很多 會吸引他們的意義 比方說我們會把 用這個扮相 就是男扮女 女扮男 結果一出去的時候 就是男生扮女生 女生扮男生 然後一出去的時候 所有人就完全哄堂大笑 紙封車在101年底 發起台灣拯救不適得計畫 在校園巡迴演出反讀戲劇 在今年1月底為止 已經完成了86場演出 有一百所國中 七萬五千多位師生觀賞過演出 念得節節攀升的青少年吸毒比例 各界都在思索解決之道 毒品防治我們都一直以為是成年人是我們的對象 後來才發現 現在整個藥物濫用從學校開始拖散出去 很多藥頭就進入學校 紙封車期望將反讀戲劇帶到更多學校 用表演的方式生動活潑傳遞反讀資訊 其實紙封車真的還蠻另類 我覺得你們不只是表演團體 你們是一個社會企業 就是誰想得到一個表演團體要跑到學校裡面 去宣導反讀這件事情 但是這個就好像大家熟悉的周杰倫說 聽媽媽的話 這故事的起頭是因為 你看看到我們那個基金會執行長李永光 是 然後他有一年回家 都已經應該五十歲了吧 然後他媽還跟他說 他說 米哥 你不能吃毒喔 他說 幾歲的人還在提醒我 不要吸毒 這是什麼一回事 然後後來再說 原來真的很多 很多鄉下也好 或者是很多青少年 他們接觸毒品的問題 其實在地方上面是 大家很重視 然後也很嚴重 但是也很難解決的事情 這個事情現在很嚴重嗎 就是就你們去觀察 後來再做更多的深入的了解 跟接觸之後才發現就是說 也可能這一代的青少年 面對壓力跟困擾 他們尋求解決的方式的管道東西 毒品現在是他們 常常會去選擇的一個方式 而且就很多數據上面看來 像這樣子的 大家印象中都是壞學生 才是接觸安菲他命 或接觸什麼K-Termin 不是 現在甚至有些案例 在籃球場旁邊 做完運動之後就拉個K 然後甚至於有些 好學校的學生 因為課業壓力太重 沒辦法 沒辦法面對的時候 也會選擇這樣子的方式 那就變成 其實它是一個不分城鄉 不分孩子成績好壞 而大家必須要去 共同重視的問題 而更重要是什麼 你去染上什麼 比如說你不喜歡讀書 你一天到晚玩電動玩具 那它或者是說電腦遊戲 它那個東西它可以因應 其他的注意轉移之後 它可能就會改掉這些壞習慣 是 毒是很難 JS2毒品真的一輩子就廢了 所以你們到校園裡面去做什麼呢 就是叛逆了青少年 連老師的話都不聽了 怎麼可能看了一個的戲 然後我會觀念改變 你們到底做了什麼事 我們做了一齣戲 叫做少年服飾的 那這個戲分成三個段落 它第一個段落就等於說 把一個青少年從 他為什麼去接觸毒品的過程 就是可能是在學校裡面的 學業的成就不受重視 然後朋友都叫他做隱形人 完全同才之間也沒有給予一個溫暖 然後後來因為挫折 然後接觸到毒品的過程 那甚至於很多 當他們接受到這樣的受控制之後 他們還在學校裡面擔任藥頭 小藥頭 然後去把他們其他的那種 同樣有困難的同學們拉進來 劇情好寫實 對 然後但是就是說 當那個段落大概15分鐘的戲 演到最後一段 劇中的那個小得 會跟所有的同學說 要是我還有一次的機會的話 我一定不會選擇接觸毒品的時候 其實他們會很多人感受 同學說因為我們在演出結束之後 都會發一些問卷 然後他們問卷就會很想 很多同學他會說 他說隱形人 我在學校的綽號也叫隱形人 從那個角色扮演跟故事的發展的過程 他們還是真的可以投射到自己的身上 可能是功課不好 可能是不受同學重視 可能是覺得沒辦法打入同學的那樣子的那個東西 他們會有所認同 然後第二個段落叫無毒有我 就是說青少年他有時候會接觸到毒品的一些狀況跟管道 那因為也到已經第二段了 前面又很嚴肅 所以這段完全大翻轉 大搞笑這樣 就是男生扮女生 女生扮男生 然後就說他們去打工 然後我們那三個長得子豐稱那種團圓 又長得奇奇怪怪的 或者是那個長相很冷 然後男生扮女生 然後就很醜的三個檳榔西子在那邊賣檳榔 然後什麼網路交友 然後到KTV裡面去唱歌 又用一個比較輕鬆而活潑的方式 然後就不說教 不說教 然後那個檳榔西子這樣穿得很醜 然後有時候還會從台上疊到台下去 然後鋪到那個老師的身上說 老師你不要吸毒 他不是不是要提醒同學們不要吸毒 就是很多很多這樣的互動的東西 然後到最後一個段落又把社會擺態 有時候是那個法官的角色 因為也可能覺得 經常人會覺得我吸毒而已我不犯法 但是實際上在法規上面 對 販賣毒品 接觸毒品或是擁有毒品 這東西都是觸犯法律的 你覺得有用嗎 小朋友會聽嗎 我喜歡很多學校給我們的回應是說什麼 就是說我們這樣的演出 大概整個還中間 包括中間的分享跟互動 將近80分鐘的時間 小孩子是99%以上都很投入在看這個表演 很專注在聽你講話 你就成功一半了 對 說實話是這樣 然後這樣子 我記得我們有一次曾經在萬華那個地方 然後是針對一些飛行少年 然後就是他們也邀請他們來看 然後就剛開始進來的時候 你知道那就是又要被長官 或者是老師們叫來看這種表演 你就看到那些人就是這樣 他們就覺得又是來規訓我的 又是來教訓我的 又是來說我很不對 很怎麼樣 然後剛開始就是不想看 然後就這樣看 然後就變成做這樣看 然後就看到那檳榔稀釋出來說 互相打來打去 然後就說也似乎像運用這樣子的一個形式 因為他輕鬆 因為他有表演的想像跟趣味 因為他有裡面內容主題是所有的青少年 他們共同面對 對 曾經經驗過的一種內在的心情也好 或者就是說 他們曾經經歷過的一些事件的狀況也好 所以就是說 我沒有把握因為這樣的一件事情 說哪一個孩子 就很勇敢說對不起我之前吸毒 然後看了止風車說我就原理毒品 如果能夠救回來一個就是一個 那可能社會就少掉一個問題 我相信就是說 藝術力量很偉大 但是止風車很辛苦很努力 可是我們能夠做的 我們希望把每一件事情 就是一點一滴 一點一滴的 做好一點 那我相信這個社會 會因為我們這樣子的小小 而有更大的一個力量 給一個技術 就是無念真的你的故事 刷掉那個冠軍 我們知道 沒問題 他們自己也看了很多次了 對 他們自己也看了很多次